大家好 我是Vivian 徐若萱 我最近写了一首歌叫《再见错的人》 希望你们可以从这首歌里面 变得更勇敢 今天我就是要分享 我在小时候有时候工作很辛苦 让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比较没有安全感 因为一般人在谈恋爱在约会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飞来飞去 就没有办法在另外一半身边 甚至有时候请人节也没有办法在另外一半身边 该有的节日该庆祝的经常我们都是在表演 所以特别没有安全感 那我记得有一次收工回家的时候 我就很想要见我的男朋友 然后就问他在哪里 我问他在家吗 他说他不在家 但是你知道我再见错的人 里面有一段话 就是一个个你的动作眼神我熟悉得很 你心虚的时候更诚恳 是我还舍不得才一直默默守着 其实有时候我们很熟悉的人 家人也好朋友也好 或者是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 他其实在说谎的时候 因为你太了解他了 他在说谎的时候眼神一飘 还是鼻孔身大什么的 或者他有一些习惯动作 你都知道他就是在说谎 所以这通电话 我就是知道 感觉到他在说谎 所以呢 我就找另外一个姐妹就开车 杀到他家门口去 我就再打一次电话给他 站在他家门口 我说你在哪里 你在家吗 他里面灯都亮着 电视也开着 他跟我说 我不在家 我跟我朋友在外面吃饭 我真的站在外面全身发抖 然后我就按门铃了 按门铃之后 他大概从那个洞里面看到 是我里面的人应该吓死了吧 我就叫他开门 他就开门了 我一开门的时候 一阵烟雾飘进来 就是刚刚泡完澡的那个烟 很香 那个味道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然后我站在那边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办 我只知道我的心 我的手 我的脚 全身都在战斗 但我下一个动作就是走进去 我想要知道里面是谁 对 所以我就走进去了 我就要一个答案 之后我什么话都没有说 因为我的心已经在战斗斗的 太厉害了 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话 然后我转身就离开了 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 一边开车 然后泪流不止 一直哭一直哭 我很难过 但是后来也是一样 男生一直要来挽回 但是我觉得自己还蛮勇敢的 所以我觉得心软的地方 要用对地方 心软是留给珍惜我们跟爱我们的人 不是留给渣男的 因为不值得 但人生都会有这些过程 我们都会慢慢地碰撞跌倒成长 然后到最后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什么样的男人才值得嫁 我觉得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不如不要结婚 因为男女朋友 你看发现他是渣男 你还能分手 但是婚姻是捆绑着 两个家庭还有孩子 所以就不是普通的分手 就是离婚 离婚可能还有法律上的责任跟诉讼 其实很麻烦 对 所以在见错的人里面 还有一句就是我不如一个人 所以我其实写了很多自己的经验 还有很多顺便姐妹朋友的故事 那我觉得现在因为时代在改变 可能现在的人 因为互联网太方便了 认识新朋友也非常的方便 所以现在的人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珍惜 好像我跟这个人不合适 反正我很快可以再交到别的朋友 所以如果遇到好的人 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分手或者是要放下一个 很久的习惯 放下一个人 放下一段感情 一个年纪习惯在身边这么久的人 真的是非常的痛 但我觉得该痛就让他痛 痛完也就可以再重生 所以在见错的人 这首歌就在讲这个背叛的事情 然后陪着大家一起重生 我觉得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 没有谁 没有谁 没了谁 会活不下去的 时间都可以冲淡一切的痛苦 这段时间 这一两年两三年 每次看到感情上面的社会案件的悲剧 都觉得很心痛 所以希望女生的朋友 要懂得爱自己 保护自己 就算你不要一段感情 要好好处理 然后一定要小心恐怖情人 恐怖情人也有时候很容易看得出来 但是有时候不容易看得出来 有暴力倾向的 我觉得早早知道就可以决定 不要到以后受更大伤害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 因为我觉得感情上是 不应该有暴力的 所以如果另外一半有那样子的倾向 我觉得如果是我 我就要赶快离开 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幸福快乐 有一些幸福是我们自己要去创造的 自己要给自己机会 我觉得女生要有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都要更强大 因为依附着别人 如果有状况了 你就倒了 所以我们要做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觉得可以充实自己 能够学更多的事情 有机会的话 就不要浪费时间 比如说我的人生里面 就不会有无聊两个字 因为我好喜欢学东西 我喜欢学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从来也不会无聊 我就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 这些事情都是为 让自己成为更有魅力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自信的人 你只有自己肯定自己 才是真正的快乐 好哦 晚安 让你不要家识 illustrated